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逛完了三姐妹城之后 沿着三姐妹城的内湾港口 找到了马来塘的渡轮 渡轮跟小船搭成地铁不一样 我们发现渡轮比小船便宜 两个人是三欧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在坐这边的那个 Fairy Boa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们现在在要从这个 Fairy City 要回去那个湾 我们下车的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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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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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進來 瓦萊塔位在馬爾他島北部 馬爾他共和國的首都 以巴洛克建築為主的底層 雖然面積只有小小的半平方宮 麻雀雖小 五丈俱全 除了擁有各式母機之外 更是馬爾他熱鬧的歷史和商業中心 由於地形特殊 在祖後1980年 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現在是十月 我要來照這麼多人 居然那麼多人 來 茂塔的大祖教堂 大祖教堂 在祖教堂上 大祖教堂 全聖堂 聖堂 祖教堂 在祖教堂 聖堂 重聖堂 聖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城街道很有特色 古老石切建筑 外墙粉刷成金黄色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木制阳台 阳台上七层鲜明色彩 韵粉雕刻金字 有金色城市 骑士之城的称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边崩塌的Selima 然后沿着Selima的海岸线 那边是福阿特曼奥 你看到Selima 她现在要过去Selima 在圣保罗代祖教座堂的后方 有座观景台 从观景台上往前面的方向看 就是Selima 4 基本上Selima 4是比较新开发的区域 从这边看过去 有一排排新盖的公寓大楼 准备要在马尔他住比较多天的朋友们 可以选择住在Selima 4 那边的民宿跟民宿会堵瓦来塔这边便宜 而且从Selima 来瓦来塔 其实交通也很方便 有渡人 也有公共巴士 对岸是马尼尾尔小岛 小岛上有座美丽壮观的马尼尾尘堡 对喜欢城堡的朋友们来讲 是一个不错的景点 著名的美国影集《冰与火之歌》 也在此拍摄过 取景过 你认为期待喜来的 请客请客继续 1号,1号,1号、3号,3号 A0.0 2号,1号 1号,1号,1号 1号,1号,2号 2号,4号,1号 1号,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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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观景台的后方 有许多可爱的马尔拉斯公园 标科精致 有着各形各色的木制洋牌 光想象住在这里 早上一起来往外看 就是美丽浪漫的地中海 住在这边的人 真的是超幸福 相信有很多观光客 开到这边的时候 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吧 沿着环岛道路 有座室外游泳池 就直接盖在海边 海水游泳池 也许在游泳的时候 浮力会比较好吧 往右边延伸过去的内海湾 再过去就是地中海 啊 也许在海外游泳池 啊 已经在海上 我已经在海外游泳池 已经在海外游泳池 再过去的海外游泳池 再过去的海外游泳池 这里的房子皆以金黄色的石灰癌所制成 并一致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历史样貌 搭配着每家每户都会有的木制窗台 有红色、绿色、蓝色、紫色 让这里的街道景象带有原始又有活泼感 这里是国立战争博物馆 于族后1975年开幕的博物馆 馆内展示着马尔他军事历史的文物与沾览 博物馆事实上是座17世纪的城堡 Saint Elmer 这座城堡是马尔他最重要的城堡 它的地理位置就在Grainhevel里屋 大港口对面也是座17世纪的军事堡垒 Ricasoli跟Saint Elmer刚好两边一左一右的防护者 任何进攻大港以军 著名的好莱坞电影《神鬼战士》 Gladiator也在Ricasoli取集过 旁边的卡尔卡拉斯则有一连串的古建筑物 如今是马尔他科学技术委员会 Gladiator也在Ricasoli取集过 一个宁静的海港就是马尔他的Grainhevel大港口 站在这里很难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此地所发生的战事 当年马尔他经历了被德裔联军 延续154个咒月轟炸袭击 在三年的围攻中 上升超过7000个平民百姓和军人 瓦莱塔的二战围城中纪念碑 是为了纪念所有保护他人 而献出生命的无名英雄 祖后1992年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揭幕的祝朗钟楼纪念碑 很像一个圆顶神庙 里面有个青绿色的大宗 是马尔他最大的宗 该宗塑造于英国 宗上的拉丁文 以用圣经诗篇140节的经文 名文上写着 祖耶和华拯救我的力量 在征战的日子以保护的女 每天中 这所周 会在Gran Apple平静的水域上 庄重的敲响 中楼旁有着平躺在地上的骑士童像 象征着无数在此牺牲和海上污名烈士 用来纪念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牺牲的荣感的战事 左上纪念碑 在正前方是无名烈士的铜像 在我的右手方是瓦来塔下巴拉卡湾 中楼的银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马尔他有许多观光客都是坐游轮来的 从夏巴拉卡花园可观看到Grainhevel 有很多游轮以及货轮来往于航道中 大港口的船运航道相当忙碌 夏巴拉卡花园往外看的风景美丽壮观 感觉超棒 是每个来马尔他玩的人 一定要拜访的景点 马尔他在二战期间 英勇的抵抗和勇气得到了George六四国王的认可 祖后1942年颁授George十字勋章与马尔他 所以马尔他的国籍上 相由George十字勋章 来纪念马尔他人的勇气 所以马尔那一年 到夏巴拉卡和三千里 四国王的主粉 也划过一位! 母国王的文化 像背双三千里 这个儿给你 楼上鸡 呗 后来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马尔他是欧洲最早出现城市规划的地方 走在瓦莱塔 你会注意到这里的街道布局 是非常的调理有序 呈现工整的景致 齐盘式的格局 让人们将街道一眼望穿自己 以方便防御 击退侵略者 对于民生上的供损 排水也有其便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由于长期受英国统治后才努力 基本上使用的语言是英文 以及马尔他语 岛上有许多很像英国的红色电话链 也有许多公寓的木制阳台 全都涂成红色 相当有刊头 拍起来的照片 非常地马尔他 无论的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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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萊塔区域面积不大 可以以步行方式来游览 因为地势起伏很大 欣赏拍摄到的街景也特别有意思 有些区域地势较高 最大的高低差30公尺 比较像是三层的概念 在海岸边便能眺望地中海 或是对岸三层的美景 除了圣保罗带主教做台 圣约翰带主教做台 马尔达总统府这几个景点之外 特别推荐一定要去上巴拉卡花园 和下巴拉卡花园 这几个饰演超棒的花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上巴拉卡花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erm利 Deixa 通常表双向 展部 Multi学院 一两十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你身上 úsied 下巴拉卡和 居断 ét 花园的下面有座离炮台 这个地点在祖后156年 有名的马尔塔之危发生时 瓦莱塔当年被厄图曼帝国占领 土耳其从这个地点设置的许多大炮 往三姐妹城轰打过去 后来马尔塔骑士团赢得了这场战争后 当年的骑士团团长瓦莱塔 认为需要立刻在这边建造一座坚固的城池 以抵抗更多来自厄图曼帝国的攻击 当这座城堡盖好之后 在这个同一个地点 也同样的被骑士团放了很多座的大炮 用来抵挡外领 这个大炮战略地点一直沿用至今 成为许多观光客来骂尔塔重要的景点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指甲城苹 指甲城堡沛 指甲城堡河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巴拉卡花园 也是拍夕阳最好的地点 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 也差不多接近太阳下山的时候 刚好可以拿起相机 来捕捉这一刻的夕阳之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有最大岛的马尔他岛 戈佐岛 科米诺岛有人居住 当我们从图米西亚再次回来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留两天的时间 来逛戈佐岛以及马尔他岛的 Medina 也就是旧城 晚上回到了机场之后 领出我们寄放的行李 然后慢慢的等待明天凌晨2点去图米西亚的飞机 从明天开始 会进入我们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标 图米西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